We go! I'm hot! Like you can do this, I'll fall down! We go! I'm still going to fall down! 跳起当红歌曲《热丽四射》 韩团IDOL7月初刚结束台北战 马不停蹄还有香港、美国巡演 而近期许多韩星响应冰桶挑战 IDOL小娟也被点名 满市冰块的水桶直接倒下 冷到无法动弹 冰桶挑战始于2014年 希望唤起大众对于剑洞症的关注 恰逢南韩首家剑洞症康复医院设立 明星们一一响应 小娟随后也点名舒华 没想到却引发争议 晒出照片 舒华选择以捐款1000万韩元的方式 相当于台币25万参与活动 却被网友炮轰没有诚意 还加码要求他要泼水 事实上舒华过去就透露自己非常怕水 这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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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言区纷纷替舒华喊话 认为泼水要求实在太不合理 因为活动初衷 本来就是帮助剑洞症 同样以捐款表达关注的 还有他 投出证明 宋慧桥也捐出1000万韩元 不过却没有人批评或是要求零冰桶 不过他18日被爆料 首尔正在兴建的豪宅 有一根超大铁棍坠落 砸毁到民众的爱车 虽然事后紧急致歉 必承诺会与施工单位讨论更好的对策 避免类似状况再度发生 TVBS新闻 小明镇是庭一台北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